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的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系上来了一位 蛮资深的一个前辈来我们系上演讲 讲完以后他就很好心 到了我的办公室里面 甚至于有点着急的跟我说 那个施老师 你办公室的座位 桌子椅子不能够这样摆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样摆会出问题 我说怎么说 他说你这么摆风水不好 会阻挡你的前途 跟阻挡你的深迁 我建议你要怎么怎么摆 你的前途才会受到保障 当时有另外一个前辈也在他旁边 就跟我说对哦对哦 他讲的有道理 他说师老师 你宁可信其有 把你的那个桌椅照他的那个风水去摆 对你的前途比较有帮助 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个感觉哦 其实哦 我也不急着辩论 但是我希望借由这件事情来见证我的信仰 我没有照那个前辈所安排的 或是所建议的那个风水的角度 去更动我办公室里面桌椅的一个摆设 我刻意没有那么做 但是那几年 我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过得也没有不顺哦 那几年我所提出的升等 很顺利的通过 我甚至于在我的领域里面 也得到一些还不错的一些奖项 我并没有因为 我办公室的桌椅的摆设位置 如那个前辈所推断的 因为风水不好的关系 而导致我的前途受到影响 反而我依靠上帝 我的人生还是有享受到 上帝应该给我的福气 亲爱的朋友 这世界上有一位上帝 那位上帝爱你 那位上帝要赐福给你 他会不会赐福给你 真的不在于你办公室里面的 座位的摆设 有没有去符合风水学的逻辑 他会不会赐福给你 有时候在于我们的心中 把他摆在第几位 如果你懂得把这位独一的圣神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摆在第一位的话 你必然会享受到 他给你很多的平安 喜乐以及丰盛 我常有时候看到 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 很容易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一些风水学 或是一些星座 可能对我们的一些形象 甚至于是情绪上的影响 很多人很注重那些 我想说今天某个人说 我这个星座的人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今天有哪一个算命的说 我数什么的 我可能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对我比较有保障 什么样的一个颜色衣服 对我来讲 可能是今天的幸运色 如果你把它给当成玩玩的心态 也许还好一点 可是很多人看到这些时候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焦虑 甚至于搞得神经兮兮 就说糟糕了 我今天数什么 或是我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星座 我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紧张 成天因为那些风水 那些星座 那些某些的一些算命的一些东西 活在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焦虑 跟紧张当中 谭妹将我看得蛮不忍心的 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上帝 那位上帝爱你 要赐福给你 你把它给摆在第一位 比你那些桌椅要怎么摆 要来得更重要 而且是更能够得到 祝福的一个课题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常因为某些风水大师 或是某些星座大师 或是某些算命的 跟你讲的一些话 而感到常常焦虑 常常不安的话 我盼望你能够从这样的 焦虑跟不安走出来 因为这世界上 有一位独一真神 有一位上帝 他真的爱你 他对你的一个人生 影响力超过那一些算命大师 所可以给你的影响 依靠他 把他摆在第一位 你的人生会经历到 意想不到的平安跟丰盛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关心你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